來看 來到民眾檢舉的現場 剛好有一台火車載萬火器 沒停在山坑邊 事記錄織中車頂的火器 沒用頭髮彈 後來發覺有媒體來到現場 才停下來向記者順問 現場可以發現一堆一堆的火器 尚世特館 有插頭 泰路 鎮仔角 藥圓等共 大部分都是建造火器物 事記錄織 他是聽老闆的知識 將火器物帶來這裡倒掉 附近記錄織 這個地點由於保利 人愛 和日治三鄉頂高階的偏偏山區 不容易被發現 因此變成業者等火器物的最好地點 記錄織 這批土地秀藝農林公司所有 當國外發現有業者在這裡亂投火器物 他曾經歡迎過 只是一直不太簡單為出面處理 到了時間到現在大概差不多是兩個半月的時間 已經有向里長反應過 可是呢 反應歸反應 都會照顧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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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山溝這樣子 濕濕傾倒 對我們的環境是很不好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就會噴到一股惡臭的味道 所以說不單純 只是說 傾倒一些的廢土 它變成環境也是一種汙染 沒多久 警方已經來到現場進行了解 發現火器物已經 對到差不多有五公囑 全部都是建造火器物 警方表示 已經統治環保協定相關單位前來查辦 那今天我們調查 它這個承諸是像龍林公司所承諸的山坡地 那相關的這個處罰規定 由主管機關來 來認定是要行政法 或是用刑法來處罰 那據我們所了解 它這個行政法的部分 它可以划薪臺幣6萬塊以上 30萬以下 那在刑法的部分 它有可以 刑法面他可以被判 1人以下有息徒刑 或是併可300萬以下的划金 警方之處 雖然業者說明是經過土地生存人動 以前來這裡 不過沒有議法申請 或是違反火器物清理法 相關單位將簽字對著地主 和業者的接任 接下來王朝聖彩鳳報道